大甲媽遙境雖然晚了兩個月 但出發時間卻是光速拍板 從宣布到啟程時間不到四天 這麼倉促原來還是為了防疫 他們也鼓勵信徒做線上直播 那另外是他為什麼會特別 說走就走 這樣子也可以避免掉很多信眾的跟隨 動輒百萬人次起跳的宗教盛世之回 卻要將人數降到千人以下難度超高 往年最受歡迎的大甲媽 一日體驗 今年也祭出實名制新規定 發放限量帽子作為管制 借此控制人數 我們有用這個做定期 現在都除這個手機 把你的資料留下來就可以了 我們就送一個帽子 例年大甲媽遙境 通通都是比熱鬧 政治人物就怕缺席 去年正逢選舉 藍綠白大咖通通到期 今年卻只有地方首長 独稱大局 甚至最夯的阿丁部長也說 另外有約 博客出席 我也知道 大家對這樣的活動 也都期待非常的久 所以在管理上一定會有很大的困難 呼籲所有的信徒 讓媽祖多安心 所以盡量聽從我們工作人員的指示 讓這樣的一個繞境的活動 能夠順利的進行 為了遙境台中市府 預計投入1800人次 除了料化又衝突就延半 內政部長徐國勇 更把醜話說在前 將地方習俗搶教重新定義 馬祖已經說不要弄到他 不要搶教職 因為搶教職是對馬祖很不尊敬 你搶的教職 馬祖怎麼會保佑你呢 天后初旬 肉境啟程 鬥數計時 智慧怕的是信徒太熱情 人數控管成為最大難題 且綜合報導